有一个阿伯偷摩托车 结果那车子发不动 他就推着车子在路上走走走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骑士想说 阿伯 摩托车派去 好心帮他来推车 结果推了十几分钟之后 脚很酸了 然后发现旁边有一间派出所 就很热心跑到派出所里面 请警察出来帮忙 后来警方一查发现 阿伯看来摩托车是脏车 当场背带 阿伯还怪这个骑士太假薄了 阿伯在骑楼底下鬼鬼祟祟 以为机车龙头没上锁 趁着四下无人直接把车子牵走 因为当贼没人发现 但偷车的经过 全被骑楼的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他骑肩在马路上的时候 就找到一个摩托车店 骗他说钥匙掉了 然后借了一字旗子来转动 后来还是没有发动 阿伯偷车但没钥匙 机车发不动 他先把车子牵到机车行 假装掉了钥匙 但车行也发动不了 阿伯索性推着机车在路边闲晃 好心的骑士发现阿伯 因为他机车坏了 好心帮忙 根本不知道阿伯是个偷车贼 就是有个热心的年轻人的民众 他看见阿伯在骑摩托车 就想就帮他 就骑着摩托车用脚推他 阿伯跟年轻人 一人骑车一人帮忙用脚推 不料年轻人腿酸 竟然把机车推进了警局 拜托破例式大人帮忙 警方当场揪出阿伯偷车 因为他是偷了摩托车 然后就要 就说本来要离开 他本来是不要签约 他就给他推推推 也不帮好 就把他推推到警察局那边了 实在是 这种也蛮好笑的 他做笔录的时候 就大骂这个年轻人太鸡婆了 警方调查 阿伯在高雄的民族路投车后 在短短五个小时内就被逮 热心的年轻骑士 也意外帮警方抓到了偷车贼 这就不是默佩如 高雄报道